高雄的阿联和田辽拥有许多自然风貌和文化 带您一起来了解 大高雄在县市合并之后 涵盖38区的丰富城市 为展现大高雄的历史、生态、产业、族群、宗教、多元文化等各个面向 高雄市历史博物馆规划展高雄系列展览 这次以阿联姐与田辽哥的奇异旅程为名 透过阿联姐与田辽哥两个虚拟人物 介绍阿联、田辽两区人文自然产业风貌 并注入当地居民对家乡的热烈情感 带领观众进行一趟奇异旅程 一睹地方活力与风采 阿联田辽区北陵二人溪东以乌山与其山区为林 中有大甘山、南街阿宫殿水库 原为平补族群居住地 在荷兰时期引入大批汉人开墾 自清代各居落大底开发完成 因此留下大量平补族群 与汉人进行土地交易的古气书 本次展览特别打造大甘山越世界地形模型 让观众鸟看大甘山 走入田辽越世界二地形 并展出许多阿联田辽区地方特色文物 包括田辽区乾隆三十年的新港文书与清代器书 现在已相当少见的早期农村编制黄麻的工具 在越世界拍摄电影的周边刊物 以及阿联区大甘山超峰市收藏的早期香炉、背拓 景飞凤傀儡戏剧团戏友等 丰富的展览内容相当具有教育意义 展期直到11月2号 欢迎前来高雄历史博物馆 认识高雄的阿联与田辽区的特色文化 法界新闻杨志冲 高雄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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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